這次頂過來 被林玉慧拿了下來 面對他的學妹 台灣體大的學妹賴維如 結果林玉慧過人之後 到禁區的右側 選擇射門打圓角門將 打出來之後後點位置 中間跟進的是7號的球員 楊雅涵 及時的跟進新竹FC這一波的攻擊 三線突破 最後林玉慧看到這是黃一山的右路長傳 在這邊台中南京的處理 有些失誤 而且賴維如沒有注意到旁邊的林玉慧 玉慧拿球之後 進去的兩名隊友跟進 最後是由7號的楊雅涵 補進了這個門將擋出來的射門 相當精彩 林玉慧的射門在這種情況之下 選擇打遠駐 就算沒進球 被擋出來隊友還有第二波的攻擊相當的正確 接下來第81分鐘 林玉慧再交給楊雅涵 第三次控關左腳射門球 進了 GO! 2比1 新竹FC在這場比賽 楊雅涵在比賽當中 沒開二度 上半場也是林玉慧的射門 他跟進補門 接下來林玉慧在下半場 選擇助攻的方式 也讓楊雅涵下半場 這三次的射門 終於是 再次打開了台中藍金的大門 又是左路船中一個進攻 進去內 提到球 這次的射盤小角度 球進了 替補上場的羅淑雲 是幫助新竹FC 首開進路 這球左邊路是過得相當的精彩 蔡新雲 傳到中路 剛好羅淑雲 雙雲的配合 是幫助新竹FC 是攻下好貴的第一個進球 目前1比0取得領先 新竹FC得理不饒人 這一次的射門 哇 世界波 梁凱柔 哇 這名來自於 醒無的球員啊 這一次的射門 直接是打到門的死角 陳小倫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啊 哇 這名女將的射門技術實在是太驚人了 最終 我們看到新竹FC 目前就是以2比0 暫時領先的高球獎姓銀行 那接下來 第23分鐘 在左路 陳業平往前頂 林玉慧來了 結果他撞倒了對方的後衛 周均宜之後 右腳禁射破門 第23分鐘 新竹FC先持得點 林玉慧也攻入了他在本季聯賽的第一個進球 相當開心的來跟隊友擁抱 新竹FC 陳業平在左路往前頂之後 林玉慧 那麼跟台北A4SC的後衛 都距離身體接觸的情況之下 占到了完全的便宜 相當強勢的進球 第23分鐘幫助新竹FC先持得點 也取得了1比0的領先 新竹FC 好 第50分鐘 蔡幸雲右路拿球 交給中間匹皮陳品惠 陳品惠跟前面林玉慧做一個莊強配合之後 再給楊雅涵 楊涵進去左側左腳的射門 最後是打開了台北A4SC的大門 將比分改選為2比0 新竹FC打出了漂亮的配合 而且是由中後衛皮皮陳品惠 來跟封線做連線 看到蔡幸雲撞回來之後 陳品惠上台看有機會 就跟前面做撞牆 中後衛上台突擊之後 再做出了一個漂亮的短傳 讓楊雅涵左腳射門破網 第50分鐘擴大了領先 兩隊各有一位雅涵 新竹FC的楊雅涵在這場比賽 已經進球台北A4SC了 好 第76分鐘 替補上場的梁凱柔 過了門將朱方怡幾乎沒有角度了 打門有沒有就進了 第76分鐘 新竹FC重新討回兩球的領先了 進球的是就讀於醒吳中學 高二的小將梁凱柔 他在本季聯賽的第二個進球 可以說是新竹FC的超級替補 尤其剛剛這個球 在接獲到蔡幸雲的傳球之後 過了初級的門將朱方怡 但是幾乎沒有角度了 結果選擇右腳內側 打圓角的位置 球真的是進了 而且楊雅涵在這邊也跟進了 這個球再想要買個保險了 就算被痛出來 還有機會再補門 不過最後進球還是記在 19號的楊凱柔的身上 新竹FC在左路陳彥平 直接吊鐘 後面羅淑雲投槌進球 新竹FC在下半場第77分鐘 由羅淑雲在門前的投槌 幫助球隊 目前是1比0領先高雄陽信 我們可以看到 高雄陽信剛剛在後衛群上面 是完全漏釘了羅淑雲 我們看到陳彥平 跟著個人的速度以及技巧 後面的潘映雲露了羅淑雲這個點 那羅淑雲在門前輕輕鬆鬆的投槌破門 在下半場 新竹FC終於打破了僵局 先取得了1比0的領先 方方1比1的平手 新竹FC前面的陳彥平 起腳射門 破門了決殺 新竹FC的陳彥平 接握隊友的傳球 在兩名防守球員 以及守門員的防守下 正由起腳破門 幫助新竹FC 再加比分超前為2比1 來自陳彥平 我們看到這一球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陳彥平這球 憑著個人的速度 直接起腳破門 洪利敏 這是40歲的媽媽 直接傳給前面的陳彥平 漂亮的起腳破門 新竹FC在最後的傷亭補師 再將比分超前為2比1 來自陳彥平在第92分鐘的進球 對比要勝門難度是比較高的 我們看到這一球 之前傳到了左路 傳中 中間的陳彥平 頂在前面楊雅翰 好球 新竹FC在第41分鐘 將比分搬成了1比2 我們再來看這一球 這一球傳得相當的漂亮 那一方面在花蓮抬開的幾個後衛群 手沒有 將這一球給守好 並沒有人去跟陳彥平爭這一球 讓陳彥平 一個直接的頭槌 傳到前面的楊雅翰進球 我們看到新竹FC 好球 這個直賽球 又是楊雅翰 平速度 直接小角度破門了 新竹FC在上半場 將比分搬平了2比2平手 新竹FC這場球進得相當的漂亮 全都是楊雅翰的健攻 我們看到這一球直賽球 三個相當的準確 最後楊雅翰一腳 將比分搬成2比2 這也是上半場雙方最後的比分 楊雅翰在第42以及46分中 幫助新竹FC 接下來第77分中 在小八羅蘇雲的金區 交給林玉慧 轉身打門就進了 GO 新竹FC第77分中 冰線球直進來之後 蔡明龍傳給羅蘇雲 羅蘇雲 再塞給了林玉慧 在亂軍當中 林玉慧將比分搬平 雙方戰勝了1比1 第77分中 這場比賽回到了原點 接下來來到補石階段 藍美分 右路的船中林玉慧 在進區的頭水 就進了 GO 新竹FC在補石階段 靠著藍美分 在右路船中助攻林玉慧 在進區的原地起跳 頭水破門 反倒是在這場比賽2比1 後來居上領先了 台北SCNC 第61分中 新竹FC後場直接長傳 過門降 陳彥平空門了 右腳掉門 就進了 1比1 第61分中 新竹FC把握了一次快攻的機會 藍美分直接長傳 陳彥平門降 陳思瑜出擊落空 主門員出擊的判斷失誤 也讓對手輕鬆的掉進空門 中方比數又回到了原點 1比1 陳彥平第61分中 把比分給扳平 再到第31分中 游入 楊阿涵的協船 陳彥平來了 途角射門 就進了 GO 總算 新竹FC這次沒有再放槍了 是雙箭頭楊阿涵 跟陳彥平的配合 這球其實 起腳的時候有一點點勉強 不過剛好是打進了死腳 也沒有這一腳 直接打給守門員 這樣子的狀況 開始在第31分中 新竹FC先遲得點 靠著陳彥平來進球 取得1比0領先 接下來換成陳彥平的右路 要來做橫傳 看能不能投桃暴離 結果高卿華西亞兩個人 撞在一起 在這邊 楊阿涵 回 往後走 結果一個大轉身的倒地射門 將比分改為2比0 讓推球是陳彥平的右路低傳 造成了對方兩名球員 守門員 謝嘉敏還有後衛陳力琴 在回防的時候 剛好踢到守門員的頭 最後楊阿涵 像背後長的眼睛一樣 轉身打進了空門 對方的門將還沒有辦法站起來 還在場內接受了治療 比分相當的活躍 接下來第76分鐘 前面那一次進戰之時 射門沒有把握住現在的梁凱柔 再一次拚一下進球 就進了 GO 很明顯 這一個射門的難度 進球的難度是比剛剛高出了許多波 這一次梁凱柔反倒是打了一個漂亮的射門 就從門將的頭頂越過之後 剛好從門面的下方鑽進門內 第79分鐘 西竹FC是靠著梁凱柔的替補劍攻 將比分改寫為3比0 似乎沒有越位 這個進球被吹不算有點可惜 不過西竹FC沒有放棄 第80分鐘 再沒有上來 敲回來 藍免分射門 結果這球 四傳四射門前 再補一腳就進了 楊凱 終於在第80分鐘 敗平了比分 在門前 接引到藍免分這一腳的 挑傳第一次的射門 雖然被門將擋出來 不過門將挖出來之後 楊凱再上前補上一腳 終於是打開了花蓮 才開的大門 這也讓本季的聯賽的第二名 最後是確定由新竹FC所拿下來 第三屆木籃足球聯賽畫下句點 我們明年再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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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